我一生只有一個信念 跟各位在場的弟兄姊妹一樣 我們用我們最誠誠的愛 守護中華民國 守護台盆金毛這一塊土地的人民 這一次 在我人生 還能夠有一律奉獻給中華民國 我一定挺身而出 一無往故 跟各位一樣 如果沒有黃谷金銷在座的各位 從前輩到後輩 團結在一起 搞我們的中華民國 我們台灣這一塊土地 早就沒有了 沒有你們的守護 哪有今天環溶永續的中華民國 我對你們十分的感謝我在這裡 深深的給大家舉一個 華主的建議 表示對大戰的尊重 黃蘭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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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這一場戰異的過程當中 我碰到很多人都跟我說 黃蘭瑜你要加油 黃蘭瑜你要加油 你做的還不夠 你做的還不夠多 你要更勉勵 你是背負著我們所有人的祈當 你是我們最好守護中華民國 最重要 在此時此刻的捍衛者 你不能施放 你一定要堅定不乏向前走 你永遠不能放棄 你永遠一定 為這塊土地 為國家做最後的犧牲和奉獸 我跟所有支持者的弟兄們 我愛大家 也愛中華民國 因為有你們 對我的支持 有你們給我的鼓勵 我永遠不會放 我會不斷的調整步伐 不斷的重新再出發 不斷的把我們的意志力拿出來 只要我們大家團結 堅定步伐 我相信 我們一定會贏 我們一定會贏回中華民國 一定會贏回 讓我們國家長治久安 這個我就要拜託大家 同心其力 所以面對 我們 僅僅一家 我很有感去 我在當警察過程當中 面對 民宿的槍戰 子彈從我旁邊飛過去 我從不害怕 但是這場前戰 不是面對是子彈 面對是一個執政黨的大機器 這個大機器 用很多隱形你看不到的假訊息 你看不到的某些 不斷的在操作 不斷的讓我們在人的挑戰過程當中 讓外面 輿論 受到很大的影響 在這樣的影響底下 我還是一樣 我對自己 對所有的弟兄有信心 因為我們一定要讓中華民國有序 請大家給侯友宜一個堅定的力量 我跟大家一起往前走 今下99周年的校圈 有沒有記得我們都是愛中華民國的一輪子 扮演大家的努力 明年的3 明年的延月13號 明年的最後的勝利 謝謝大家 迷你明年的此時此刻 我會於整統選論 參加華浮政象 100年 生日快樂 標準